位于东京都江东区的有名竞技场 是一座奥运新建场馆 将承担室内排球 以及残奥会轮椅篮球比赛 今年5月 中国女排曾受邀到这里参加奥运测试赛 今天下午是中国女排在本季奥运会上 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 一进场馆 郎平指导先在场边的座椅上感受了一番 随后他又拿出一张纸 测量起球馆内的风向 多年从事职业排球的习惯 让狼知道对场地里的灯光空调等 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这是中国女排在奥运会正式比赛场地 首次进行扣球训练 前一天在外面临时租用的训练馆里 中国女排并没有进行扣球练习 尽管在新的场地上一切都需要适应 但是大家早已安纳不住 跃跃于世 朱婷的一次后排进攻 险些打在教练赖亚文身上 适应场地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小时 所以全队动作很快 一项结束就进入下一项环节 这是中国女排在进行分组对抗联席 狼知道将12名队员分到两边 个别位置安排助理教练加入 开始进行实战对抗 从队员的站位来看 模拟的正是7月25号小组赛 中国女排的首个对手土耳其队 训练结束后 原本该开始正常的采访环节 但是中国女排并没有接受 狼知道对此做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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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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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换场地还要训练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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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地挺难打的 大年 你家庭 理解 理解 没问题 作为一名跟队记者 之前拍摄过 许多次中国女排的训练 但是这一次 当中国女排在奥运会的 正式比赛场地上 扣过第一次球 完成了第一次对抗练习的时候 我的内心还是感觉 非常的特别 因为这是一个 十分鲜明的信号 标志着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正式进入到 赛前的迎战状态 宝剑即将出窍 总台记者 东京报道